好 今天的氣象爬爬過 鼠粒在高雄大樹 帶我們來吃桑順 鼠粒早安 嗨 家瑜五個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啊 今天的鼠粒氣象爬爬過 帶大家來到的是我的高雄 就是高雄 我在哪裡呢 我現在在高雄的大樹 說實在的 現在天氣多變化 春天變天跟變臉一樣的快 人家說今天雨會好天氣 結果一大清早的時候就大雨 不過現在 我現在這裡的雨 有稍微停一下下 而且有透點光 在這麼多變的天氣情況之下 今天的鼠粒氣象爬爬過 當然要介紹給大家最養生的 在這個季節 多變天氣的季節 就要吃當令的水果才會養生 尤其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是 超級水果 也就是桑順 有沒有看到現在在這個桑順 你看這個桑順果園裡面 這桑順結實淚淚 有紅的 有黑的 所以大家要來買桑順 你要搶這個 我跟你說要搶這個黑的 有沒有像這個黑的 要黑黑的這個才會比較甜喔 如果說你挑這個紅紅的黑 我剛才有吃夠酸的 像這個要搬 你看要像這樣搬起來 這一顆超級大 你看看 剛剛雨水洗過 也是有一點痠 痠爸爸 有痠 有痠有痠 有痠有痠有痠 吃起來痠痠 其實痠痠本來就是痠的 它花青素就是痠的 所以要吃甜的就吃其他水果 你要吃花青素 你就是吃酸的來吃桑順 對喔 所以桑順是痠痠痠的 對… 尤其剛剛這個 張爸爸說到一個花青素 最重要 來… 今天介紹這個超級水果 一定要告訴大家 淑莉每次的趴趴狗 都是用心良苦 為什麼這次特地來趴桑順 就是因為你看看它的營養成分 淑莉在整理這一張表格的時候 我簡直你知道嗎 天啊 張爸爸 這桑順簡直是生丹 它的營養成分真的很多元 比一般醬果好太多了 真的 你看看 鐵質是所有蔬果裡面排名第一 花青素所有水果蔬菜裡面 也是第一 鈣質所有蔬菜水果排名第三 維他命C 靈甲排名第八 不只如此 這只是我整理出來 它少數的營養成分排名第一的而已 它另外還有膳食纖維 白梨蠱蟲跟C元素 C就是我們免疫系統的能源 對身體也很好 長一次對身體真的可以讓你 提高免疫力 自身免疫系統可以防護 對 而且鐵質你知道 真的是補血很重要 甚至因為它又含有 高量的維他命A 所以對於現在 我們每天滑手機 顧眼睛 甚至聽說 譬如說頭髮也會顧頭髒 像我現在白頭髮越來越多了 我在整理這張表格的時候 就發現 我天真知這個我太需要了 當然其實桑聖不好保存 張爸爸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把它做成了 譬如說如果自己在家裡要熬 最好是熬果醬 保存可以比較久對不對 對… 可是哪有這個時間 上班要睡都沒有時間 要再熬果醬 所以其實你看張爸爸跟張媽媽 也有做了這樣現成的周邊的產品 像譬如說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桑聖醋 這個是純釀造不加醋去釀造的醋 跟外面用醋去泡 就不一樣對不對 而且還有如果說 你要直接喝桑聖汁的話 直接用這種稀釋 通常如果要泡這樣一杯桑聖汁 來張媽媽幫我拿一下 這樣一杯的話 大概要稀釋幾倍 正常就是五倍 都是五倍左右 好喝耶 如果說不要太甜的話 其實還有無糖的對不對 而且另外桑聖不僅果實 包括它的葉子 是 也很養生 對 桑聖從葉子到根 全部都是中藥茶 所以像是葉子 如果像桑葉茶的話 對於我們的 它在中藥裡面 就是放鬆的東西 非常放鬆 然後可能睡眠品質會比較好 比較好 所以像張媽媽 你看看她特地做了這個 桑葉的茶葉蛋 對 歡迎大家來到大樹 吃吃張媽媽的手藝 這個桑樹茶葉蛋 其實熟練都愛這個味道 這一味是什麼 這一味就是果乾 桑聖的果乾 這桑聖果乾來說的話 其實像我在吃優格的時候 我放了這個像這個果粒果醬 然後再放上果乾 其實整個優格就超好吃 連小朋友有時候不吃優格的 吃到這個 整晚吃光光 你知道嗎 另外我們今天請了一位大帥哥 大帥哥 你今天來這裡要創什麼 我來煎肉跟煎 玉盒毛香腸 我告訴你 你看到這個帥哥 你也知道 看他的品牌和品牌也知道 你會吃肉嗎 我會吃肉 我會喝這個 如果我喝這個就不會變成這樣 你說 我跟你說 肉吃太多不好 來吃吃這個 試試看 其實今天這位帥哥 是我們的崔帥哥 他今天其實來煎肉跟香腸 其實是有目的的 張媽媽 吃肉跟香腸 你今天叫他來 最主要是希望大家怎麼樣 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吃肉跟香腸 它裡面那個油脂 脂肪 還有那個硝酸鹽都很多 吃香腸它等於說那個花青素 它會降低它那個 油脂 還有那個硝酸鹽的成分 像我們的醋 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我們的醋是完全醇釀造 完全一滴水一滴醋都不加 所以它其實要做到好的時間 它會一年半至兩年 所以現在一般在外面都是泡醋 所以我們家的醋 所謂有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家的醋 幾乎都是成年的 一天一小杯 你都可以改善體質 對 你如果稀釋五倍 就比較幫助消化 如果稀釋的15倍 20倍 如果你要改變體質 你要喝淡淡的 喝醋我比較不建議喝濃 太濃 淡淡的就可以了 其實變成說大家 現在人喜歡吃肉 喜歡吃燒烤 那麼吃烤肉 那麼當然吃烤肉裡面 很多就會有一些致癌物質 甚至現在很多外面市面上的 這個香腸亞蕭酸比較多 我真的在整理資料發現 原來桑膳是可以降低 這一些致癌物質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 抗氧化能力很高 當然這位帥哥來 我們今天要為他澄清 因為他的香腸是最健康的香腸 為什麼找他來 是因為我們在大樹 我們在大樹的在地 它是用大樹在地的玉核包 玉核包 所做的香腸 今天淑莉來介紹好水果 張盛 這個季節其實同時 也是準備開始玉核包的季節 很多人想吃玉核包 很愛吃玉核包 但是今年玉核包的產量很少 非常少 非常少 暖冬今年的玉核包 吃到蒜米賺到 每一粒 每一顆都很珍貴 但是如果你萬一搶不到玉核包 沒有關係 來吃我們帥哥的玉核包 香腸 你這個香腸真的是很特別 你這個玉核包裡面怎麼會 香腸裡面怎麼會有玉核包 我們的創辦人鄭義智先生 把赤果剝殼去止之後 釀成玉核包的圓酒 玉核包圓酒再加上純豬厚腿肉 跟純豬腸 取代大部分的調料 所以是這樣 它是酒釀 玉核包酒釀的香腸 當然這裡面純天然的 完全就不會 因為有酒 就不會放這所謂的 有的沒有 芽硝酸 所以既然會在熟利器上 爬爬後出現的 大家吃完都不用煩到安心 安心 只是在外面你要吃到這樣的香腸 當然機率比較低 是 不然你就要買 不然你要去外面清菜吃的 真的就建議搭配上一杯的 桑聖汁或是桑聖果醋 好啦 天氣上來說 我們趕快來看看囉 雖然蜀麗在這大樹這邊 剛剛雨一波一波的下 真的耶 我們要安氣象的時候 雨就天了耶 真的會很有波比喔 因為我們剛好在 這個佛光山旁邊 今天我們趕快 從雷達回波圖帶您來看看了 今天真的提早變天 因為主要就是華南雲雨區 提早移進來了 所以從清晨一直到早上 在剛剛七八點鐘 幾乎全台各地或多或少 都下到雨了 那麼目前為止 像是屏東山區 南投 信義這邊 都還是有比較大的雨勢 那麼因此我們特別提醒了 有得留好地方 觀眾朋友還是要多注意路況安全 尤其是昨天有大地震 那麼正央又是在中央山脈 因此昨天其實在地震的時候 很多山區都出現了崩塌的現象 那麼今天再加上下雨的話 其實山區很脆弱 因此今天會建議 盡量避免前往山區 但是如果非要前往 那麼行經這個山區路段 一定要特別小心了 當然整體的天氣變化 我們從衛星雲圖 就要告訴您了 今天整個天氣 也就是受到華南雲雨區 東移的影響 那麼這華南雲雨區 今天有起早東移 不過中間有短暫的空檔 但是很快 在接近中午11點鐘左右 又是一波東移進來 因此今天全台有雨 從雨區預報當中 你就可以發現 今天來說的話 尤其呢 氣象局發布了大雨特報 特別提醒就是呢 今天像是台南啦 高雄甚至澎湖地區 都要注意局部會有大雨的 那麼當然咯 今天中午這一波 再移進來之後 這一下就下到今天晚上 甚至到明天的上半天 那麼由於這一波呢 有許多對流的雲系 因此呢 對流旺盛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就會有雷擊跟強震風 也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大家就多注意了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變化 北部地區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呢 北部啊這波雨 就下到明天的上半天 明天的下半天之後 雨會開始減小 但是還是會有雨 那麼預計呢 禮拜天 其實呢 陽光就有露臉的機會 不過呢 禮拜天禮拜一 主要的降雨 就會趨向在午後囉 那麼溫度大概都有 29到31度左右 那麼中部地區 也是這樣的趨勢 今天不排除局部 會有大雨的情形 那麼禮拜天禮拜一 主要的降雨 也同樣偏重在午後 中南部呢也是喔 那麼尤其今天是局部 會有大雨 對南台灣的觀眾朋友 今天也要多注意 溫度上來說 只要不下雨的時候 感受上其實都是悶熱 因為這幾天 風場吹的都是偏南風 那麼東半部地區 今天也要注意 尤其呢 昨天大地震之後 今天在花東地區 要特別注意山區的部分 會比較脆弱 禮拜天禮拜一 雨會稍微小 但是還是局部性的 會有短暫雨 那麼因此最後 淑莉特別提醒大家注意 春天啊 春天的天氣 就是這麼多變 那麼在多變的情況之下 當然人的身體 還有包括水果 農產品都比較受不了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吃在當令 尤其今天淑莉 介紹這桑勝好水果 希望大家多吃 對自己的身體健康 也會有幫助喔 再把時間交款給家如 嗯